中文字幕——YK 在同年年初,我国便出动了数万名警察和军队,并且还拥有上百万名社会志愿者参与到安保工作中,因此也打造了奥运村周边44公里左右的地面最强防护措施,而且也安装了30万台监控摄像机,因此将其称之为第一层防护体系。 值得关注的是,当时我国还打造了CSI作战指挥系统,通过这一系列对所有参与安保的军队进行统一指挥,而且还构建了陆海空超强防护体系。 出动包括作战飞机、直升机、舰艇、防空导弹、雷达、工程保障等装备,可以说是24小时随时待命,并且还派出了38集团军和一个师的陆地防护兵力。 其中除了出动摩托化军队之外,同时也配备了红旗7防空导弹。 要知道,该导弹最大射程为8公里左右,并且还配备能够同时对30个目标进行追踪的雷达。 此外,该导弹的主要任务是拦截空中可疑飞行器,因此在当时的防护工作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,为此组建了第二层防护体系。 当然,在第三层防护体系中便能看到很多熟悉的装备,比如说俄制S-300, 该导弹最大射程为150公里,最大射高为2700米,当时共计搭建了6个S-300防空阵地,也是我国当时防空体系中的尖端力量之一。 此外,还有多架尖石战机严阵一带,海军部队出动了051型驱逐舰,因此想要突破当时的三层防空体系基本不可能。 说句毫不夸张的话,如果真的有心怀不贵的人试图突破封锁,那么即便不死也得脱层皮。 可以说,当时中国成功举办08奥运会也让外界看到了真正的实力。 虽然,当时我国在很多领域还没有达到一流水准,但是对于中国而言已经非常不容易。 此外,当时组建的三层防护体系,基本上可以说连只苍蝇都飞不过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